由新竹县长杨文克代表接下车钥匙 新竹县消防局救灾车辆载田胜利军 这部救灾车辆也将配属新丰消防分队 作为救灾出勤使用 我们这个协会当初在创立的时候 就是我们前任市长何盖明先生 在创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笔的 各创会会员他们当初捐赠了一个 所谓叫做建管基金 那因为这笔经费到现在就是 也不足以支应这个建管的费用 那我们就想说那就把这个费用 用之以来用在这打火兄弟身上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念头 就在捐献这个给消防单位救难车辆 协会成员大多为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 这次促成消防车辆的捐赠 是由前竹北市长何盖明前线 让消防救灾增添力气 回馈社会是我们工程资讯服务协会 我们一贯的宗旨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抛车仪的方式 能够让社会大家更多的人愿意来 协助我们来消防救灾 新竹市工程资讯协会平时就热心公益 从事社会救助的工作 每年提拨一部分的经费回馈社会 分文生活的最小的单位 就不管你大小都是赵福田 那我们要跟人家相处乐与人善 你讲一些鼓励的话 让他有这个志气 让他有恢复信心 这个都是良药 所以福田良药 这个都是客家化的 这部就在勤务车辆将配属在新丰分队 由于该分队是靠海的重点分队 在水域安全警戒 宣导等勤务都是不可或缺 由于这部车辆也配有托船架 对于水上船艇的托运 也大大提升机动性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